繼續來看到嘉義市的部分 嘉義市議員創英爭 今天上午以武當局的新聞 定期參選嘉義市立委 互有支持者政黨票到達台連黨 他說40年來 目前的政黨說不出台灣的真實定位 現實對立 意識形態 以及政治的政議 他若是用武當黨選立委 可以無受到政黨的約束 為其他新台灣的民眾來打拚 擁有四個議員主力的台連黨嘉義市議員創英爭 今天上午9點50 到嘉義市選委會 以武當局的新聞 完成後一次嘉義市立委選舉定期 以武當局參選嘉義市立委的創英爭表是 十幾年以來 在台灣政黨不可以公勤車台灣的定位 讓台灣人民含立政黨設施的對立 也不讓台灣人民革的未來 進行浪費大部分的力量在意識形態 這一次參選以武當局的新聞 就是要讓台灣鄉親了解真正的台灣幸福 我認為說 我如果用武當局的新聞來動選立委 我可以不受到政黨的判決 我可以自由主宰來為我們的鄉親和支持者 跟我們所有台灣的鄉親 他們想要知道台灣真實的現象 我們能夠來堅究造成社會不合適的 元素的對立 跟在一個可以看到 我們台灣人看得說 你這個政黨要跟我們說 我們台灣人未來的台 我們看得到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人到現在都看不到 看不到不知道何去何從 剛才在這裡的藝術形態和政治意義上 在這裡正倫造成社會的不合適 造成農費我們的開欄 我們阿伯如果知道之後 我們會用我們全部的開欄 來發電來台灣 來建設一個好平 富饒 好學的新台灣 雖然蔡英正義沒有統治新聞 參選立委 但他要是給他民眾 靖東票一定要投給台南黨 我們台南是現在 現在因為政黨政界的選舉 沒辦法得到過門檻 所以台南現在有比較欲勢 但是我希望我們的鄉親 也能夠記起說台南 以前 李政委 政總統 為我們台灣所做的共和 這次政黨票 我們要保養 我們的鄉親 可以支持台南 在定期現場 蔡英雄的牽手 學生 以及二三十歲的支持者 北斗 其中九十四歲的老阿伯 是蔡英雄的粉絲 特別北斗登記 替蔡英雄加油打氣 六十七歲的蔡英雄 是淡江大學 英國語文學學比亞 當年過夫人高中英文老師 以及第七、第八、第九次 跟他一起議員 母親委第十次 跟他一起議員 聲音社務長 民家一起採訪 報道